大學校園現在也陸續開學了 當然校方更是繃緊神 今要嚴防疫情在校園內擴散 其中像是東吳大學就規定了進校路線 那麼另外呢 實踐大學則是定出了管制站 馮甲大學則成立了疫情APP 至於台大則是啟動了六台的紅外線熱像儀 全力防堵疫情 三位工作人員擋在門口 一個量額溫 一個噴酒精 還有一個負責貼貼紙 這麼大陣仗 全因為終於開學了 台大寄出六台紅外線熱像儀 但有學生質疑 怎麼校門口沒有篩檢站 覺得這樣比較保障 就不會說有一些可能奇怪的人進來 然後就也不知道他有沒有身上帶病毒 其實我們大部分都從很多洞進來 整個疫情升級之後 可能學校或許可以往這個方向去做 零星篩檢學生反映了兩極 畢竟校區太大 但濃濃的防疫氛圍 從開學當天開了兩場 關於校園防疫的會議就能感受 如果有發燒及明顯的呼吸道症狀的話 那我們根本就不讓這樣的同學進到教室裡面來 或者是老師 那如果他沒有發燒 很輕微的呼吸症狀的話 我們允許他繼續能夠上課 但是要戴著口罩 另一頭台師大 除了校內篩檢 也把膠點放在宿舍 特別是宿舍呢 我們學生返回的時候 一定要做體溫的量測 然後呢 進入之後呢 他的這個寢室的清潔 我們完全都按照學校裡頭的討論 跟CDC的一些防疫的規定 不只北部學校往中部走 中興大學全校38棟大樓 全部都設檢疫站 其他大學像是東吳規定靜校路線 用紅外線熱像儀篩檢體溫 實踐大學定出兩個校門 一個地下停車場管制站 量完體溫才能進入 馮甲大學則是走科技化路線 成立疫情APP 學生每日登入 可以幫助學校 就是可以去追蹤一些個案之類的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有必要做這些事情的 最後階段3月2號才開學的大專院校 不少學生起個大早 享受遲來的開學日 但校方卻如臨大敵 防疫準備外的後續追蹤 有得頭痛 記者張成俊 劉宇璇 SNG小組 台北報導 記者 劉宇璇 den北報導 記者 移動 精純 武通 飾